这是一个拥有魔法少女的世界 她们的职责是应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无物 作为一名普通人的女主当然也是十分冲击 她可是无时无刻都幻想着自己成为魔法少女的那一刻 女主是真的做梦也没想到 可以赐予变身能力的吉祥物就这么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不过这也太突然了 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有一点点不能接受 然而小黑子完全无视了想要拒绝的女主 直接就让女主先行体验了一波变身的美妙之处 虽说如此 但这个变身后的装扮是不是过于羞耻 魔法少女哪有这么穿衣服的呀 当然女主的猜测是对的 魔法少女变身后的模样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女主所被选中的可是作为一名邪恶势力的女干 不淡定的女主这下可不淡定 要知道她平日里最喜欢的就是娇娇话 课堂上摸摸鱼什么的 而也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差 所以上的每一节课她都能当成美术课 运动神经什么的就更不必多说了 她就是一个运动白痴 平日里的自己就是班上的透明员 奉嫌至于只会刷刷每日关于魔法少女的资讯这个样 综上所述自己不是干这块的料子 也不想去做什么邪恶势力的女干 不过这可由不得女主 因为小黑子把刚刚女主的变身过程给录了下来 只要女主不答应 那么她可是会把这则视频分享到自己的动态 让所有人都欣赏欣赏 顺带一提的是 小黑子的粉丝可是足足有二十万 忽然一道声音打断了两年的对话 正处于心情低谷的女主 回头一看 这不是自己的偶像魔法少女三人组吗 女主的这番措辞 身为睿智的魔法少女三人组 当然是不会信 毫不犹豫地举起魔法棒就要发起攻击 这下坏了 难道自己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人生了吗 而也就在女主不知所措之际 小黑子递给女主独属于她的专属武器 这武器名为支配之变 只要抽打任意目标 就可以将其变为自己的专属牟利 来不及思考 女主只能下意识地遵从小黑子的指示 抽向了一旁的小花 但也很快被抽到的花朵立马就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个长满触手的怪物 反转的太快让女主有些傻眼 这真的是可爱的小花花变的吗 突然小花花伸出触手 轻易地捆绑住了魔法少女 此情此景非但没有让女主感到任何不适 反而是身体里好像有种奇怪的属性快要觉醒 可明明面前都是自己视为偶像的魔法少女 为什么自己还会感到莫名的兴奋呢 一旁的小黑子不断地发出恶魔低语 让女主亲自动手 这次女主很听话地顺从了小黑子 于是他让三人自觉地把屁股抬起来 然后拿起鞭子直接就是狠狠地抽了下去 魔法少女的惨叫声让女主更加控制不住自己 于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抽的是更加卖力 就这样一直抽到了黄昏 女主抽的手都没力气了 这才意犹未尽地收手放过了三人 等到了第二天 床上醒来的女主还认为自己这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恶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感觉自己还有一种恶在其中的感觉 突然小黑子打断了女主的思绪 他表示昨天的战斗有些可惜 最后让魔法少女们反败为胜 当然这也没关系 身为第一次战斗的女主做到这一步已经很出色了 等再来到学校的女主教花的心情都不美丽 恰巧路过的粉毛热情向女主打招 然而这声招呼却是把女主吓得不轻 不过在看到是粉毛时 女主紧张的心情这才得以输 不过他很好奇粉毛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 明明班上的自己是一个小透明才对的 原来粉毛早就注意到女主了 因为女主每天都会提早来学表花花教室 想必花花能说话的话也一定会很感谢女主 等到了上课时间 隐藏在学生中的美少女察觉到了不对 很明显这时又有魔物出现了 可目前在上课无法脱身了 不过没关系 三人熟悉的来到了天台上 并立马取出了变身器进行变身 突然一股钻心的疼痛席卷全身 没错这还都是拜昨天的女主所赐 三人到现在还疼着呢 与此同时教室里 女主看着自己快要爆炸的消息陷入了沉思 点开一看 等女主赶到时 先前被魔法少女所注意到的魔物已经被消灭 不过没关系 那只是准备的开胃小菜吧 真正的重头戏还得是女主出场 然而经过一整晚良心谴责的女主并不想出手 因为她总感觉自己一出手 自己就会变得很奇怪 小黑早就想到了女主的回答 所以早在昨天她就偷偷的把女主鞭打三人的视频给录下来 并直言你也不想视频被曝光 家人看到视频会是怎样的反应吧 女主健壮 只好是屈服于小黑子的淫威之下了 等到了黄昏 回到家后的女主就知道事情果然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不过这次的自己并没有鞭打 反而是用着这双手来给三人疯狂的脑痒痒 那滋味到现在还让女主记忆犹新 心如乱麻的女主只能选择来到寺庙祈祷神明 让她远离世俗的困扰 最好是把那只可恶的黑色吉祥物送去外太空 不是她的出现 自己就不会变身成邪恶组织的女干部 和自己心爱的魔法少女为敌 还将她们玩弄于鼓掌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哦不 是邪恶 女主原以为祈祷神明后就能语过天晴 结果地上却莫名出现了一本小局书 女主一看封面都如此炸裂 就忍不住要去看的冲动 但被人发现就羞死人了 还是痛下决心要离开 结果正是一阵风吹过 将小局书翻页 里面炸裂的捆绑内容让女主羞得满脸通红 忍不了 实在忍不了 女主最终还是屈服到了小局书的世界里去 鞭打 脑痒痒 捆绑 一瞬间 女主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她昨天对魔法少女干过的糗事 都在这书里有记载 只是视觉剥夺是什么东西 好想现在就去尝试这个新动作 殊不知在女主沉浸在羞羞幻想中的时候 吉祥物在一旁窥视 而小局书的出现和自动翻页就是她的杰作 在寺庙的另一边 魔法少女小绿在给家里的寺庙打扫卫生 突然 一道龙卷风从寺庙的背后冲天而起 女主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星星强制变成了邪恶女干部 此刻吉祥物在身后黑黑坏笑 原来是女主被小局书激发了欲望 导致不用念出咒语也能变身 小绿闻声感来 二话不说就对女主发起了攻击 瞬间给小绿整个脸包了起来 此刻小绿什么也看不见 像极了女主刚才在小局书里看到的视觉剥夺大法 眼见对方怎么挣扎也解除不了自己的视觉封锁 女主此刻得意到了极点 在将小绿调教完后 女主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小绿哭得梨花带雨 只恨队友赶来得太晚了 但此刻的小绿像是也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想到这 小绿就莫名奇怪的期待了起来 回到家的女主想杀了自己的心都有 又一次伤害了自己心爱的魔法少女 真的很过意不去啊 隔天 三个魔法少女探讨起了女主的真实身份 只可惜在变身后 会有魔法屏障保护变身者现实里的面貌 所以双方都看不到彼此 但起码从女主的外形来看 应该也是和她们年纪相仿的少女 眼下只能推测出这点信息 但小绿还是忘不了昨天女主调戏的话语 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女主所说的更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好家伙这是被玩坏了是吧 相对于小绿的闹荡 小黄却表现得格外沉着 似乎在密谋着什么大事情 另一边 吉祥物想着劝女主给自己起一个变身后的称号 还拿出了两本书让女主挑选合适的名字 可女主一直闷闷不乐 把吉祥物的话当空气 直到吉祥物擅自以怪人抖F少女给女主起名 女主才被逼无奈拿起书本给自己想名字 但女主不明白 为什么吉祥物一直强迫她干这种事情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吉祥物接着解释起自己的这种追求背后的原因 原来 他们吉祥物生活在一个与地球距离很远的星球 只因自己的族群是黑色的 就遭到了其他五颜六色的吉祥物的排挤 对方更是制造出魔法少女 打算对黑色吉祥物赶尽杀绝 听到这的女主不可置信 魔法少女不是正义的化身吗 吉祥物连忙解释魔法少女 也可能是被五颜六色的吉祥物欺骗了 但不管怎样 她来到地球就是为了寻找能对抗魔法少女的人类 回去拯救他们的族群 就算被当成恶人也在所不惜了 也在这时 吉祥物感应到了魔法少女的气息 拉着女主便赶了过去 原来是魔法少女小黄 但女主不明白 这里明明没有魔物 对方来这里干嘛 但吉祥物却说 这是个吊打落单魔法少女的机会 女主有些担忧 毕竟小黄是防御型的魔法少女 打一个肉盾不明智吧 但在吉祥物的循循又倒下 女主还是被说服了去攻击魔法少女 随后女主一鞭子 将小蜡烛变成了巨型蜡烛怪 小黄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蜡烛怪一把握在了手里 迎接小黄的 将是一个一的蜡烛扑 女主看见对方洁白的身体 病态般的笑了笑 随后驱使蜡烛怪将火苗探去 就这样女主玩起了滴蜡游戏 眼看对方不肯认输 女主一鞭子又召唤了花朵触手怪 可蜡烛怪和触手怪接触在一起的瞬间 发生了巨大爆炸 没想到小黄是故意被折磨滴蜡的 目的就是搞清楚女主召唤魔物的能力 既然目的达成 那小黄也不再隐藏实力了 突然小黄瞬移来到女主身前 虽然女主躲过了小黄的致命铁拳 但衣服已经破碎了一地 情急之下 女主朝小黄砸去无数蜡烛碎块 可在对方快如闪电般的铁拳下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只是小黄没料到的是 女主借着蜡烛分身开始了逃跑 在临走前 小黄询问女主叫什么名字 毕竟以后大家还有互相较量的时候 在女主一番深思熟虑后 留下马基亚邪恶的名字便撤离了此地 以为是要将魔法少女带往邪恶的人 女主回到了家的附近 听到女主急粗的呼吸声 吉祥物询问女主是不是受伤了 实际上女主一点事情没有 只是莫名地感到兴奋 此刻她脑里正酝酿着今后 要怎样折磨魔法少女的邪恶计划 可她们却没察觉到身后 一个少女正坐在楼顶处俯视着下方的一切 第一次见面要准备什么见面里 女主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上一秒还在傻呵呵打着招呼 结果下一秒竟客气地塞来了一颗昆蛋 而有烟无伤 女主在刚才爆炸的瞬间就已经变身逃离 但女主还是不明白 明明两人都是邪恶组织的成员 为什么对方会莫名其妙攻击自己 原来 齐武在刚才看过了女主和魔法少女小黄的战斗 只是不明白女主为什么输了后 竟还能偷偷傻笑 这让齐武觉得女主就是在给邪恶组织招黑 输了还不如去死呢 说吧齐武也变身成了邪恶女干部 人称猎豹的她决定要给女主重新打造异理 然而光是看着齐武的可爱模样 女主瞬间就来了要征服对方的兴趣 但齐武却是个硬查 抬手便召唤了一把把超巨型的枪系 在女主毫无防备的刹那 就已经开始了火力全开 情急之下女主四处逃窜 随即转身挥动鞭子 将抽打到的小门具大化 勉强挡下了攻击 但坚持不到两秒半 对方的炮火就摧毁剧门并将女主封飞了出去 此刻女主岌岌可危 对方边嘲弄着女主边往这边赶来 这时一只灯炮完好无损落到女主身边 在女主被对方骑在胯下羞辱的片刻间 女主的抖儿属性瞬间觉醒 随后只是用魔法棒将灯炮抽飞了出去 下一秒灯炮里的灯丝静活了过来 接着飞速伸长来到齐武身后 不出半秒齐武便被灯炮怪抓到了齐内部去 随后灯炮也开始了修复外地 此刻的齐武将是任由女主处置的龙中鸟 他还想自爆并逃出树子 但女主却在吓唬他 灯炮从内部是打不破的咬 玩自爆也只不过是在伤害自己而已 文言的齐武只能选择束手就擒 但他绝对会后悟 因为接下来的女主根本不当人 女主来到上空 说着自己输给了魔法少女小皇后 还在偷笑的原因 只因他实在开心的不得了 战斗的输赢无所屌味 折磨魔法少女的过程 才是最令人愉悦的高光时刻 听到这的齐武觉得女主一定是疯了 他就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女人 然而下一秒 女主也让齐武尝试到了魔法少女的待遇 随后在女主的一番调教下 齐武被彻底玩坏了 然而这一切都在邪恶极象物的预料中 这样一来 女主内心里关于抖瓦斯的枷锁又解开了一个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 女主一脸的疲惫 可想起昨天调教齐武的事情又无比兴奋 这时 同班同学姚湘突然出现给女主打招 两人一番闲聊 随后决定结伴同行去学校上课 殊不知身后有人偷偷跟踪 就在女主察觉到声响并转头回望的时候 齐武突然杀出并将女主扑倒 女主怎么也没想到 昨天还和自己有仇的家伙 在经过自己调教后竟变得如此顺从 还特意转学过来和女主一块上学 女主有些受宠落惊 怕不是以后要经常被对方缠着要抽打吗 是女孩第一次约会 她站在约好的地点无比慌张 明明说好了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分半 对方竟然还没有来 这让女孩有点伤心 自己还特意提前两个半小时打扮后出门的呢 就在女主失魂落魄的刹那 齐武又再一次飞扑了过来 女主有些不理解齐武的打招呼方式 为什么每次都这么独特 自打上次女主把齐武玩坏之后 她就深深地被女主那熟练的技巧折服 这天既是两人的约会 也是两人成为邪恶组织女干部之后的联谊活动 毕竟以后是要并肩作战的伙伴 加深两人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少 随后两人来到一家甜点餐厅 都还没开吃 齐武就拿着手机疯狂拍照上传朋友圈 然而现实里设恐的女主却显得格外拘谨 甚至在别人面前吃饭都觉得害羞 然而齐武却觉得女主的这种表现很是可爱 说吧就直接给女主喂起了蛋糕 两人四目相对 这种奇怪的感觉让女主觉得很奇怪 去电影院看超人打怪兽 一切的一切和一般的情侣无二 但开心的约会时光转胜即逝 女主买了一个魔法少女的公仔准备回家 可齐武看到后略显生气 原来齐武某天在家拍完自拍 准备上传社交网站的时候 却发现全站都被魔法少女霸绑了 下方的评论全是清一色的可爱 这让齐武十分不爽 也在这时 邪恶吉祥物嗅到了厌恶魔法少女的气息 紧接着便闯入了齐武的闺房 听闻能得到打败魔法少女的能力 齐武想都没想就加入了邪恶组织 虽说他对征服世界没有兴趣 但如果全世界都说他可爱 那他就满足了 至少那天女主说他可爱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突然齐武想到了个好主意 反正今天的约会已经到了尾声 正当两人变身打算留个合照纪念的时候 却吓跑了周围的居民 由于邪恶气息散发 魔法少女光速赶来现场 此刻女主想死的心都有 又要调教魔法少女 她实在吃不消了 不过好在齐武一人 双方连争斗的念想都没有 不像齐武的那边 已经和魔法少女们打得难解难分了 这时小叶却开始了自我攻略 期待着这一次女主会对她做些什么呢 女主察觉到对方不对劲 难不成是自己前几天把对方玩坏了 不然没理由不攻击自己吧 见对方迟迟没有动静 女主轻轻抽打了一旁的小花 下一秒无数触手藤岸又将小叶捆绑了起来 这一次又是捆绑又是视觉封锁 小叶无比期待女主接下来的动作 接下来的惩罚环节实在感人 为了节省眼泪就给你们跳不去了 在女主沉浸在鞭策小叶的同时刻 另一边的战场已经快要绝出胜负 此刻齐武的魔力快要用完 支撑不了继续召唤炮台 眼看她就要遭受魔法少女们的反击 女主突然注意到了自己刚才买的公仔 随后在魔法少女的出乎意外下 女主用鞭子抽打公仔并将其变为小叶 拦截下了魔法少女们的攻击 接着公仔爆炸 引起巨大烟雾瞬间清空了战场 魔法少女们又被戏耍了一番 他们只收获了一个公仔 还收获了下方一只被玩坏了的小叶 脱离危险的两人躲在小巷里大口喘一气 齐武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记住了他的战斗方式 硬是把他的蓝给耗光了 实在是气死人了 好在有女主的及时救场 只不过还害女主丢了公仔 齐武有些过意不去 女主表示没事 公仔没了可以再买 比起那个 只要齐武没事就好了 这瞬间把齐武感动的抓起女主就要乱看 为了感激女主 齐武决定今晚带女主去个好地方 好好报答女主的救命之恩 这个女孩明明苛刻考试满分 是个学霸却非要兼职当个坏小孩 只因他在网上看到有比他长相甜美的魔法少女 他一气之下就加入了邪恶组织 和女主一起攻击魔法少女 因为在看到对方被欺负的惨样后 他就会十分的开心 当然作为他队友的女主 更是玩得丧心病狂 将魔法少女们玩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可持续的玩乐却让女主的成绩直线下滑 考试只考了28分 为了不让女儿堕落下去 女主的妈妈通知她 如果下次考试不及格 妈妈就会将女主房间里 关于魔法少女的一切丢掉 听到这的女主如遭雷击 虽说自己每天可以玩弄真实版的魔法少女 但可爱的小手伴他也不想放弃 谁叫他这么喜欢魔法少女呢 于是他决定要努力学习 不再和七五一起去欺负魔法少女了 可小黑却不放过女主 声称如果女主不去欺负魔法少女 那他就会把女主偷看乍列杂志的事情告诉妈妈 于是女主为了要留清白在人间 只能选择和魔法少女战斗 这次的对手只有粉毛一人 于是女主驱使剪刀朝着粉毛飞去 随后剪刀到处乱窜咔嚓几声 魔法少女被打败了 女主完成了小黑的任务 同时也满足了自己 连路过的小孩都不可置信 他们的偶像竟然被打倒了 这简直不可原谅 但女主还没等他们采取报复行动 就偷偷溜走了 虽然早早就打败魔法少女 有足够的时间在家学习功课 可女主一心只想着魔法少女 根本沉不下心来学习 女主觉得这完蛋了 这样下去肯定不能及格了 到时候一定会被妈妈 清空她房间里关于魔法少女的一切 这该怎么办呢 却没成想这时小黑再次出现 说着魔法少女又出现了 于是女主又被迫跑过去了一趟 谁叫自己的把柄在小黑手里呢 这次还是对战粉毛一人 对方扬言这次要让女主好看 然而她还是不知天高地厚 女主召唤了几把大剪刀 瞬间就击败了魔法少女 这次围观的小粉丝 居然还掏出了手机拍照留念 一看就不是真爱粉 由于粉毛被女主打倒晕在了现场 两位队友便赶来了支援 直到晚上才把粉毛唤醒 可蓝毛在听闻粉毛被女主击败后 表现得十分生气 觉得女主实在不公平 为什么只欺负粉毛而不欺负她 第二天早上 女主想死了的心都有 因为今天就要考试了 她昨天光和魔法少女玩 却忘了要复习 这时七五安慰女主不用担心 有她这个全科满分的学霸在这里 一定会让女主及格的 听到这的女主立马行跪拜大力 并表示要请七五吃寿司大餐来报答 幸好在七五的指导下 让女主勉强拿了一个及格 保住了家里的魔法少女手办 另一边的黄毛却郁闷无比 倒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 而是因为女主和她们魔法少女战斗的时候 没让她打到尽兴对方就跑了 这让黄毛这个战斗狂实在不爽 而后她从便利店买了食物就来到学校 准备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就餐 这时女主刚好经过 粉毛见对方孤零零一人 难不成又是去楼梯间就餐吗 于是她不想女主搞得这么可怜 便询问女主要不要和她们一起吃饭 结果在女主犹豫要不要答应时 女主的老婆突然杀出 而五人之所以这么胡闹都没有认出彼此 只因她们在变身战斗的时候 会有魔法屏障隐藏她们现实里的样貌 要是五人知道战斗对手是同班同学 肯定会是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 上完课后 魔法少女们一起去拍摄宣传海报 这种行为让黄毛有点不解 她们身为魔法少女 不应该是和邪恶组织的人战斗吗 怎么在这里当起了偶像 这时小白飞了出来解释 因为通过媒体的宣传 让大众意识到有一个邪恶组织存在 那就对正义方的她们来说 能得到人们提供的帮助 能顺理成章拿到活动经费 而小白的最终目的则是让小黑清醒过来 让其不要再当邪恶组织的传销人员 可正当他们聊得火热的时候 女主和齐武又再次找上了门 因为已经有两个半小时 没去欺负魔法少女了 所以女主早就手两难难 然而魔法少女这边也不甘示弱 毕竟她们想要的是一场完整的战斗 彻底打败邪恶组织她们才满足 于是在一番互喷后 齐武召唤了四个坤蛋 接着女主一鞭子将其抽打出去 黄毛还想用盾挡下 结果四颗坤蛋竟绕过了护盾 炸起了浓浓黑烟 然而有烟无伤 原来在刚才的千军一发之际 黄毛召唤了全覆盖护盾 不甘示弱的齐武又召唤了四颗坤蛋 和女主的鞭子搭配使用 这堪称绝配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分半内 黄毛等人在护盾里苦苦支撑 见对方归缩不出 女主直接送了一个更大的坤蛋下去 一击便让四周炸起了浓浓黑烟 齐武以为赢了 没想到黄毛从黑烟里杀出 将女主和齐武砸回地面 被黄毛挑衅后 女主却变得无比兴奋 因为她想看看高傲的黄毛 堕落后有多么的美味 不过这次却只是成口舌之款 什么福利也没送上 倒是让黄毛打爽了 这次的战斗终于让她玩得十分尽兴 小爷怎么也没想到 两个猪队友居然饿到发昏 把自己当成了妈妈 不由分说就擅自开始了自助餐 这天女主和齐武被小黑叫到总部 只引小黑又拐回来了 一位邪恶组织的人干部 要给二人介绍一番 可女主当场就觉得不同 毕竟人家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学生 要让人家也加入到 调教魔法少女的队列中 简直丧心病狂 小黑解释自己也不是强迫她来的 自己只不过是屁股上的尾巴亮眼了一点 就让爱丽丝坠入了爱河无法自拔 最后也只能给对方安排一个 邪恶组织女干部的差事而已 而对于这个看起来 比自己还可爱的心同时 齐武当然要故意找茬 可对方压根不搭理自己 这让齐武委屈死了 然而对于老婆的撒娇 女主却没有可怜 反倒在爱丽丝变身成洋娃娃吼 跑去跪点对方 在女主的一番甜言蜜语下 也总算保住了这个老婆 随后几人也想看看 爱丽丝的实力怎么样 于是魔法少女们又成了受害者 爱丽丝通过一只破旧的玩偶熊 将魔法少女吸引到了 一个怪异的房子里 三人进去后紧接着大门关闭 刚才小只的玩偶也成了巨无霸 一爪子就砸向众人 几人还想从其他方向逃出去 却发现到处都是魔物 而且他们的攻击对魔物全都无效 惊慌中他们只能到处乱跑 小叶以为躲在门后就已经安全 却不料两个猪队友不知何时被操控 粉毛身穿男装 并说着甜心我会保护你的 显然是把小叶当成了老婆 更让小叶猛逼的是 黄毛身穿婴儿装 扮演起了自己的小孩 并说着饿了要吃奶 被逼无奈 小叶只能献上碧蓝之奶 可三人殊不知他们的胡搞 都被外面的人监视成 只因他们被引到了 爱丽丝的玩具屋里面去 爱丽丝可以通过能力 随心所欲玩弄里面的所有事物 包括对方的行为和意识 虽然这种能力堪称无敌 但由于爱丽丝年纪太小 魔力输出极其不稳定 一般认真玩个两分半 就会历劫睡着 正因如此魔法少女们 才能躲过一劫 第二天 女主和七五偶遇 刚放学回家的爱丽丝 便自然熟地提出 要去对方家里玩 对此爱丽丝也是同意了 不过来到她家后 才发现这安静的可怕 桌上留有妈妈的留言 以及一张钞票 让爱丽丝用去买晚餐 女主觉得奇怪 毕竟这还早上就让买晚饭了 询问对方妈妈 是不是出去工作了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几人很快就来到了 爱丽丝的小房间里玩耍 这里除了有新玩具 还有很多基本报废了的旧玩具 可见爱丽丝有多么爱惜他们 这时七五说 要好好陪爱丽丝玩耍 却一个不留意 就把玩偶兔的手臂扯断了 七五立马道歉 爱丽丝并没有生气 接着把玩偶兔放到桌子上 给她做手术 在用胶布缠了几圈后 总算让玩偶兔复活 这时七五又盯上了一只 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玩偶 却发现这居然也是个坏了的玩偶 可爱丽丝看见后 却激动了起来 着急要把破旧玩偶夺回来 女主意识到 这可能是她最真爱的宝贝 于是到了晚上 女主开始给玩偶封堵 并想到对方的妈妈 经常不陪在身边 这玩偶应该是她最好的玩偶 女主就想立即把玩偶修好 给爱丽丝送去 而这一修就是一整修 虽然把玩偶修得完好如初 但女主却染上风海 见状爱丽丝直接变身 随后发动了能力 将女主丢入到了玩具屋里去 等女主醒来后 发现一个爱丽丝版的女医生 坐在了自己的床边 不等女主反应过来 对方就拿着小棒棒 对她进行检查 在确认情况后 又让女主脱去上衣检查心率 对女主的一番折磨后 也总算得出了治疗荒案 那就是打真真 只不过打入的位置 让女主也猛逼 但这确实管用 女主的感冒瞬间被治好了 当女主把爱丽丝的能力 告诉齐武后 齐武却显得不满 如果女主生病住院 她就能去探望女主 进到好老婆的职责 可这却被爱丽丝一斟治好了 真是可惜 不过齐武又想到了个坏主意 想让爱丽丝 爱丽丝把她和齐武丢进玩具屋 然后两人玩靠粉围 爱丽丝明面是答应了齐武的请求 可下一秒 直接把齐武这个坏东西 关进了监狱 开局暴击魔法少女暴依 今天对于魔法少女来说 又是伤害不大 但侮辱极强的意义 事后小黄气个半死 竟然会被邪恶女干部玩 弄于鼓掌之间 还不满每次小兰对上女主 就秒被拿捏 小兰反驳小黄 这次不是也被抓了 每次都是元气小红充当何事佬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下次肯定能打败女蛋 却不知她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个老妈子 于是乎小红为大家准备了金针菇便当 想要打败邪恶组织阿米诺斯 就必须补充能量 不仅如此 她还想了很多的战斗阵性 并且体能训练一样少不了 小黄是真的傻逼了 堂堂魔法少女还得做这些 她老胳膊老腿的 只用两分半钟就闪了老腰 西武嘲笑小黄是笨蛋章鱼 小黄反击她的脑子比水灶还小 小红却希望大家能好好相处 为此还让他们也补充水分 就连小兰都觉得小红像个老妈子一样 之前小红在公园 做了个超大金针菇逗笑小朋友 随后她发现正一个人独处的古里七 于是便主动上去邀请她一起玩 随后小红经常放学 就来公园找她玩 小红的体力是真的没得说 古里七很喜欢玩过家家 因此小红主动承包了妈妈的角色 眼看天色一晚 小红只好提前离开去买东西 但很可惜她没找到 明天做便当的食材 突然小红感觉到一股尿液 与尿液同时出现的 还有阿姆诺斯的气息 小红一路追寻气息 来到刚才去过的公园 此时古里七也已经完成了变身 她召唤出自己的玩偶 吃不亏的小红知道不能进去 刚准备联系其他人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超大玩偶 不由分说便将她抓进了玩偶 等她再次回过神来 已经变成了小婴儿 也忘记了自己是谁 随后古里七也妈妈的身份现身 只有在妈妈的怀抱 才能让她放心 谁能想到魔法少女 小黄买章鱼烧不要章鱼 比起小红的金针菇便当 还是章鱼烧更好吃 她和小红的相识 始于一场意外 小红走路不看路将她撞倒 小黄让她别在意 就直接离开了 从小兰嘴里她才知道 小黄前不久才刚转学 于是小红便一直缠着 小黄想跟她做朋友 她无奈小红这种烦人的地方 一点都没变 此时小红已经沉浸在婴儿的角色中 屋里七见状就地准备帮她换尿物 小红惬意当孩子就是好 不用像那两个人一样努力 此时她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还有两个重要同伴 某次放学之后 她和小蓝感受到魔物的气息 等追上去却发现小黄正在暴打魔物 事后她解释不可能像狗一样 夹着尾巴逃走 反倒以为小红和小蓝 在玩角色扮演 小红坦白他们是魔法上 此刻小红终于记起来自己是谁 但已经被鼓里七王坏 回过神来下面已经空空如影 被看到最羞耻的地方 让她想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小红让她把装备还给自己 却发现鼓里七眼神里 透出一股无聊 原来对方还想继续跟她玩 见鼓里七一眼不发准备离开 小红也是真逆天 赶紧以清醒的状态 扮演婴儿让她留下 小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只感觉不能直接让她就这样走掉 此时小黄发现有小女孩 也在玩魔法少女游戏 她想起之前小红邀请她成为魔法少女 那时候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自从小红看到她胖作魔物的样子 自身就仿佛遭受了电击一样 久久无法释怀 没有人比小黄更适合成为魔法少女 一起守护世界 最重要的是她从看到小黄的第一眼 就遇到会有这么一天 小黄被小红的唇针打动 虽然小红每天都很牢叨烦人 但小黄还是被她的正能量拯救了无数次 此时魔法少女终于也感受到了 邪恶民干部的气息 小红却因为被不停灌水 膀胱快要爆炸 事后小红感觉浑身轻松 鼓里七却因为体力不知丢下她一个人回家 等小黄和小蓝赶到的时候 公园只剩下小红一个人 这个女主是真的服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喜欢的魔法少女竟然也会有堕落的一天 女主从小就憧憬成为魔法少女 却不料意外成为邪恶女干部 可在和魔法少女的几次战斗中她却发现 魔法少女小蓝最近越来越好抓了 就连同伴小黄都发现 她最近一遇到女主就不怎么反抗 并且对此也不做任何解释 小蓝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一遇到女主就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战斗 虽然她清楚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小白提起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那时小蓝还只是普通人 就能不顾个人安慰保护被魔物袭击的小女孩 即便内心慌的一批也要拦住魔物 关键时刻是小红出现帮她打败了魔物 小白顺时邀请她也成为魔法少女 毕竟当前守护这座城镇的魔法少女 只有小红一个 像她这样勇敢的人正好合适 小蓝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无法胜任 殊不知小红的真实身份就是她的同学 那时候的小蓝十分帅气 和那时相比她现在就有点那个 小白说话点到为止 并安慰保护城镇对女孩子来说的确是很重的负担 她认为小蓝最近状态不好 愿意给她放几天假休息 小蓝也是真牛逼 独处的时候还会回想被女主玩弄的经历 于是只能决定出去散散心 此时女主看着魔法少女展海报很无奈 敢想邀请七五一起去玩 却不料她要参加家庭旅行去不了 女主只能一个人去看展 她很想知道小蓝到底怎么了 随后才后知后觉可能是自己做得太不合 女主看着自己满柜子的魔法少女玩偶追忆往昔 在遇到小黑子之前 她只能在远处观望 但现在她既能跟魔法少女交手 还能玩弄她们 虽然她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魔法少女小蓝出门散心 才发现一点用没有 却意外遇到了正在排队的女主 哀人女主遭到插队微微诺诺 小蓝重拳出击帮女主伸张正义 既然来都来了 小蓝也一并进去参观 她看着自己的周边制服 感觉多少有点羞耻 小蓝发现会场内 还有魔法少女动画的放映会 魔法少女面对强大的邪恶怪物永不退缩 并成功暴肿将怪物击败 女主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但小蓝却只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 现实中的战斗远没有那么简单 但她作为魔法少女 必须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小蓝变身之后来到小红被玩弄的公园 女主闻着味如愿前来会 小蓝率先出手制造结界 将周围屏蔽 这样他们两个人 无论干什么别人都不会知道 面对小蓝的攻击女主丝毫不慌 并再次制造巨树花魔物 准备继续玩弄小蓝 但曾经是曾经 现在是现在 今天的小蓝只用一击便将巨树花干掉 女主嘲笑她像性感小野猪一样 横冲直撞 却忽略了周围都是女主的剪刀魔物 小蓝大意之下再次遭到报应 然而小蓝抛下羞耻反击 将剪刀魔物纷纷击倒 射出的兵剑将女主冻结在地面无法一动 小蓝手下不留情 直接对着女主开启 小蓝又一次被女主抓住成为玩具 很快小蓝就没了反抗之力 但女主还没完够让她继续反抗 却不料小蓝此刻身心已经彻底被她完坏 并将她视为自己的主人 可女主却突然神色不耐 真正的邪恶女干部终于出现 倒在她们手中的魔法少女已经堆积如山 而小黑子接下来将带着女主三人 去阿米诺斯总部与她们见面 小黑子建议她们去之前提前变身比较好 与此同时小蓝找到同伴坦白 前阵子和女主打过一架 总之结果是她惨败 小蓝不好意思坦白自己堕落白给反被拒绝的羞耻精力 但为了变强她想要重新锻炼自身 等女主三人来到基地大门却突然关闭 她们面前出现四位高高在上的前辈邪恶女干部 小黑子介绍她们是邪恶组织初期成员 刚刚在其他城市经历完魔法少女狩猎归来 其中的四星君王评价女主一行的战斗无聊透的 尤其是女主的战斗 完全看不到她有打倒魔法少女的心思 把魔法少女绑起来折磨完字母游戏就很离谱 君王质疑小黑子就算在散漫也该有的度 邪恶女干部的终极目的是征服世界才对 小黑子辩解实际未倒 目前应该继续养精蓄锐 却不料君王是个反骨仔 认为组织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之前狩猎的魔法少女没有一个是他们的对手 如今就是统治世界的最佳时机 小黑子提醒这份傲慢会害了他们 但四星君王已经压不住想要征服世界的野心 当场背叛小黑子自立门户 并答应接纳女主三人一起共享世界的权利 女主不加入其他人自然也没有兴趣 毕竟她是被强迫成为的邪恶女干部 对征服世界也不敢冒 君王生气派出三星修女出战 不听话就只能将她们也打倒 谁知修女一出场就散发出可怕的气息 让人一眼就明白其男半球的实力强大至极 古里七出手将修女关进自己的玩具屋 和她一起的还有女主和七五 两人先发制人上来就是火力压制 却不料修女是真的可以变大 瞬间就挤满了整个室内空间 随即更是撑爆了古里七的玩具屋脱窟而出 两人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女主不顾自身危险 果断让七五将所有炸弹都用上 在爆炸的烟雾中三人才能侥幸脱身 但女主为了保护七五 无自扛下了所有 此时女主变身五星人赛萨尔 她已经决定要让那四个人全部都堕入深渊 君王是真离谱 一个四星角色却是个暴君 完不成任务的手下都要接受惩罚 洛可茅遂自剑对付女主 三人一个人就够了 小黑子表示目前情况不妙 随着君王势力集体背叛 阿米诺斯总部也回不去了 比起那个七五更担心女主 但女主却希望能一个人静一静 女主知道小黑子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会背叛 所以那天回基地的时候 才会刻意让他们提前变身 就是要利用反感知魔法隐瞒真实身份 但这些都不重要 她最生气的是为什么要消灭魔法少女 也不懂狩猎魔法少女的意义何在 七五还在内疚害女主受伤 并打算带点什么去探望她 但七五是真下头 认为把自己当作慰问品送出去才最好 对此古里七无力吐槽 她觉得送完剧才最合适 却不料此刻邪恶女干部洛可正光明正大的现身逝去街头 七五上头想要为女主出口恶气 但古里七却劝她冷静 七五生气要炸飞洛可 洛可小瞧她是个小角色 只因刻印在他们身上的星星数量就是他们强度的证明 一颗星星都没有的七五就是个小喀拉 七五可管不了这么多 凡是女主的敌人她都要轰飞 而洛可的能力则是以声音为武器 以七五的攻击强度根本无法抵挡 关键时刻古里七操控王偶为她打飞了音符攻击 洛可还想试图拉他们一起怒火 七五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想要征服世界 洛可的理由很简单 只因在君王支配的世界里 他将会作为一名偶像军民天下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崇拜他的最棒世界 洛可是真牛逼 打算在干掉他们之前先献唱一曲 唱得很好下次别唱了 七五一本正经说出了大家的真实想法 却不料把洛可给整哭了 他委屈自己为了出道已经准备了两名弹 唱功一点都不烂 不仅歌词超棒声音也很甜美可爱 他生气说不好听的人肯定都是小妃子 一睁眼却发现眼前都是玩偶 随着玩偶被破坏里面出现了闪光弹 再一回过神来两人已经开溜不见 看到古里七嘟着嘴七五连忙道歉 不该弄坏他的玩具 他会重新买新的给他 可古里七比起新的他更想要七五帮忙修好 而任务失败的洛可则遭到了侮辱的惩罚 他被迫卸下所有装备挨君王的鞭子 他要让洛可用身体去剪 猪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听洛可唱歌 于是他就给洛可进行了偶像唱跳rap大改奏 这边瓦子也通过电视发现了这件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洛可唱歌非常的溜 还分享点马猴烧酒呢 他们都没想到除了唱歌以外 反派组织艾诺鲁蜜达居然闹起了内红 刘皇觉得没什么 让他们自己打就行 魔法少女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修行 特别是碧兰对修行相当的认真 刘皇很好奇碧兰明明在修行 怎么却在用瀑布图增烦恼 让碧兰好好想想他有什么像样的武器 而不是用水汽凝结成冰箭这样 碧兰看着自己的双手陷入了沉思 而洛可经过了上次的失败 决定带着莱贝尔准备报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武提纳的伤也好了 齐武在高兴之余也不忘答应给可丽丝的玩具赔 特意挑了一个高达机器人 武提纳对之前的战斗自己没能参与很抱歉 因为自己真的很想干掉这些狩猎马虎烧着 此时维纳察觉到乐可他们的气息 武提纳便带着一家三口便身 立即前往乐可的所在地 很快他们就发现乐可居然在公园中央开演唱会 齐武觉得乐可唱成这样居然有这么多粉丝 简直不可思议 武提纳觉得可能大家品味不同 直到自己听到乐可的歌声就直接打脸 他们还发现莱贝尔也在 齐武已经听腻了 直接放了个守卫炸场子 正是这一爆炸 以下的观众都摆脱了控制连忙逃命 这一细节被武提纳看在眼里 由于武提纳等人的砸场子 乐可气得就是上来放大 武提纳觉得只要把乐可嘴巴捕住他就不能攻击 这时莱贝尔只是微微一笑 武提纳就突然无法动弹 随后就被乐可的音符攻击打得正如 还好有齐武的火力掩护 武提纳这才能摆脱控制 让大家小心点莱贝尔 他似乎可以剥夺身体移动的自由 武提纳还没缓过神来 莱贝尔就已经来到武提纳背后 然后又消失不见 把正在赶来的齐武给控制住 让齐武用剪刀来痛击武提纳 齐武连忙道歉说是自己不受控制 此时武提纳终于发现莱贝尔的能力就是操控影子 乐可看着莱贝尔控制住他们的好机会便再次开大 这一波差点使武提纳和齐武双速双飞了 莱贝尔吐槽乐可不如让自己早点解决就行了 等会乐可搞砸了怎么办 两人说着说着又莫名吵了起来 这让武提纳抓住休息的机会 召唤出魔物植物帕鲁来挡攻击 乐可就在正面提供火力 莱贝尔则利用影子绕到背后偷袭 这样的组合让武提纳感觉实在是妙啊 不过即使这样自己还是有胜算的 这时莱贝尔又利用影子附身在齐武身上 武提纳便让可利斯扔出自己的玩偶 这熟悉的一幕让乐可感觉有些不妙 果然玩偶里又是闪光弹 直接闪到了莱贝尔的单眼 等莱贝尔缓过来后 自己已经被困在了可利斯的玩偶屋里 并且没有影子让自己逃跑 武提纳威胁乐可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自己就把莱贝尔踩个粉碎性捂着 乐可果然不敢动了 武提纳瞬间意识到莱贝尔是乐可的软肋 便趁此机会要对乐可进行偶像训练改造 让乐可现在重新唱 但是要光着才行 乐可没想到武提纳怎么跟君王一个癖好 但是为了莱贝尔的安慰 乐可只能听从武提纳的要求 然后武提纳告诉乐可之前的歌声 都是在假的观众面前唱的 莱贝尔眼见要暴露了那时非常的急躁 因为那些观众都是被莱贝尔用影子控制住 所以从以前开始的观众都是假的 都是乐可自己在骗自己 乐可回想起以前当卖爸的日子 朋友们对他唱歌的反应那是跟吃了打扁一样 而且妈妈也对乐可的歌声不太待见 听到乐可想当爱豆的梦想也表示无奈 一想到这些的乐可在结合莱贝尔的假观众 瞬间气得不行 为什么大家都把自己当成傻子骗自己 在武提纳的激将法之下 乐可再次勇敢地拿起麦克风怎么被唱起了 可看到齐武和可丽丝在底下看着 自己又害羞地有些犹豫 随后做了心理建设后 终于又唱了出来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乐可的歌声不再跑掉 而是变得好听起来 乐可自己也感受到不一样的歌声 看着齐武和可丽丝那期待又兴奋的表情 自己也是逐渐地越唱越舒服 最终乐可直接唱到全场 没想到大家都听得这么开心 随后武提纳把乐可和莱贝尔的变身道具收走了 也得知乐可和莱贝尔的真身名字珍珠和衰魔 两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又吵了起来 连武提纳都拿他们没办法 这时乐可突然有话要对武提纳说 原来莱贝尔和洛可从小就是好闺蜜 小时候莱贝尔找不到一起玩的伙伴 只能一个人和影子玩 于是小洛可便邀请他听自己唱歌 时间回到现在 女主把两人约出来私下见面 他想知道两人为什么想和他当同伴 殊不知洛可本来就不喜欢君王 况且只有女主他们有认真听自己唱歌 在洛可看来女主三人还不是君王的对手 虽然古里七是三星却不稳定 七五零星女主也才两星 而修女一个人就是超级强大的三星女干部 更别说君王是四星强度 双方实力天差地别 洛可才想加入帮忙 但女主还想知道他们应该也参加了魔女少女狩猎 洛可和莱贝尔联手干掉过不少的魔法少女 女主见状主动交还了他们的变身道具 并希望两人就在这里变身 却不料两人刚完成变身 就被女主关进了古里七的王偶屋 在让女主满意之前他们绝对出不去 并且王偶屋还被他用了隔音材料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到外面 此时七五人傻逼了 就不该学教老买高达搞得完全看不懂 小黑子突然希望跟七五聊聊 和君王团的两场战斗 七五都因为能力不足 差点导致大家全都陷入危机 如果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 小黑子会很困扰 七五必须好好思考一下 在团队中的定位才行 另一边洛可听不懂满足女主是什么意思 肯定又是一些死不正经的事情 简单来说女主是要他们赎罪 是对她的魔法少女出手的赎罪 她保证不会让两人不舒服 只是想让他们有好相处 洛可突然翻旧账 之前被莱贝尔用假观众糊弄的事情还没完 没有比这更让他屈辱的事情 莱贝尔反而希望能被洛可感谢 毕竟他每次找那么多人也不容易 女主充当何事了 反正洛可现在已经获得了天使嗓音 洛可美滋滋以后就不需要莱贝尔了 却不料这话伤到了莱贝尔的心 一直以来都是他陪在洛可的身边 即便洛可为了当偶像明星加入君王团 为了能和洛可在一起他才跟随加入 如今却被洛可说没有用了 那他至今为止到底是为了什么 莱贝尔无法理解洛可只是被女主玩了一次 就能唱歌好听 那他一直以来为洛可做的事岂不是小丑本着 洛可向莱贝尔道歉是自己不好 他不是真心想惹莱贝尔伤心 女主在线吃瓜很满意 接下来他们必须展示和好的亲亲才行 毕竟有些人感情就是越吵越好 他早就看出这两人绝对不止如此 洛可见状不打算反抗 反正不让女主满意肯定就出不去 他不讨厌跟莱贝尔这么亲密 然而女主得寸进食 光是和好的亲亲还无法让他满足 接下来必须更进一步才行 其无找到女主炫耀终于拼好了 却不料看到地上的两人食指紧扣 与此同时修女报告两人背叛 君王却一点都不在意 征服世界只靠他们两个就够了 事后女主还因为之前看到的画面美滋滋 突然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 街头出现大量的魔物正在袭击行人 三人毫不犹豫变身制止 此时下线许久的魔法少女修行也快结束 但小兰却还没有任何收获 因此需要两位同伴极限操练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她的变身道具裂痕消失了 或许这就是她能继续当魔法少女的正面 女主战斗期间洛可和莱贝尔也现身驻战 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透过君王的魔力创造的魔物 君王的能力是创造魔物和女主一样 七五不满他们为什么不早点说 洛可无奈之前一直被女主关在奇怪的房间做奇怪的事 虽然每只魔物都很弱小 但他们却能无限再生 因此只有打倒魔力的源头君王爱露诺 不然这些魔物就不会消失 一转眼周围的魔物便聚合在一起将所有人包裹其中 修女突然现身嘲笑众人的力量 在君王的面前不过如此 接下来她会贴心给大家一个痛快 七五暴肿将巨型魔物轰的七零八落 她让女主去对付君王 修女就交给她来对付 偶尔她也想让女主看看自己帅气的一面 女主刚离开七五便发号失令 杂鱼小丁就交给大家对付 谷里奇立刻上前担心七五乱来 但这次她保证不会瞎吉尔战斗 这个邪恶女干部是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四星的强大魔力 原来都是小黑子给她 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帮忙训练邪恶与干部 就连中心的修女也只不过是服务于小黑子的二五仔 就在刚刚 七五不再隐藏力量展现三星实力 修女猝不及防之下被打的口吐番茄匠 修女立刻明白 七五无法控制自身的魔力 所以有三星能力的她才会伪装自己是灵星 如果她再继续使用这份力量可能会死 七五才不相信 毕竟她还没跟女主去开单间 一想到能跟女主约会就让七五激动到爆炸 因此为了她们的幸福只能将修女干掉 奈何七五是人体苗边大师 一顿疯狂输出硬是一次都没打中修女 反倒自身被修女反击一拳轰到地面 修女希望七五可以放弃 见七五重新起身 修女只能将她踩在脚下 却不料地面突然发生坍塌 修女巨大的身体被死死卡进壁底无法动弹 事发突然让修女一脸猛逼 殊不知七五早就不是之前不动脑子战斗的忙女 刚才她并非是瞄不准 而是故意轰击修女四周 面对七五的烧火棍修女只能认输 但却被发现她只是假哭 然而七五的弹药也早就打完了 她很开心这下终于可以跟七五去开单剑 但此时的女主面对四星君王陷入口战 没多久便被君王的长鞭困住无法动弹 君王派出去的魔物则被鼓里欺困在玩偶屋 可没坚持多久玩偶屋就快要被撑爆 只赢长时间战斗让她的体力消耗过大 一不留神就解除变身当场秒睡过去 被关起来的魔物立刻脱壳而出 其他人没挡住魔物的袭击纷纷解除了变身 关键时刻魔法少女终于现身保护了大家 两人庆幸但凡魔法少女早到的两秒半 大家是邪恶女干部的事就暴露了 碧兰希望同伴别出手让她来 莱贝尔不觉得魔法少女可以打倒这些魔物 毕竟连小黑子都说那些魔物是打不死的 看着沦为阶下球的女主 君王嚣张这就是对她出手的下场 难道女主是觉醒了正义之心吗 不然为什么要阻止她征服世界的野心 在君王眼中不管是女主一行还是魔法少女 都和那些等待被她征服的愚民一样 是没有力量的弱者 她自认是世界最强者 而强者夺走弱者的一切就是世界的自然法 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她统治才存在的 女主听得一阵头大 她完全搞不懂君王在说什么 对于君王的中二动作女主也很无语 但她清楚再这样下去根本不可能打倒君王 并且对于征服世界什么的 女主吐槽又不是小孩子 可以说到小孩子女主就兴奋了 体内猛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魔力 君王刚才说她是觉醒了正义之心 是为了守护弱小为了和平而战 但那是魔法少女该做的工作 而她可是邪恶的化身 眨眼之间女主便重新恢复自由 并且脸上全都被星星覆盖 此时君王的魔物在她手中根本不堪一击 既然君王说强者应该夺走弱小手中的遗弃 那此刻被夺走的一方就是她 只因此时君王在女主眼中就只是一个小女孩 接下来就是她的惩罚时刻 君王试图展现自身压倒性的力量 但她制造的魔物却被女主一巴掌拍飞 女主自知或许某一天会被某人打倒 但绝对不是现在 那个谁更不会是她 随即君王惨遭自己的魔物反噬 此刻其他人敢来支援女主 却不料被抓住的人却是君王 见女主低头和君王说话 莱贝尔率先发现不对劲 小黑子现身解说 此刻女主自动给君王加了一个儿童滤镜 只因君王本来的形象不符合女主的口味 这才导致她没有干净战斗 于是女主在脑中扭曲了君王的形象 变成了能让她兴奋的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能带给女主值得调教的感觉 女主觉得君王的能力太过无趣 她制造的魔物只能压扁东西 不过正好可以用来束缚人 于是君王被捆住手脚沦为案板上的鱼肉 君王被打懵了 连忙向洛可和莱贝尔求救 不出意外遭到了两人的拒绝 毕竟他们一不是对手 二不想也被这么对待 君王心态崩溃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只因他把女主惹生气了 女主要求君王道歉 见君王继续嘴硬女主也不手软 最终君王不堪其辱只能开口说对不起 在众人开心庆祝期间君王趁机逃走 并且他的力量也退化到了一心 小黑子出现在他身前表示 他早就提醒过那份傲慢会毁的他 如果君王没有反叛之心 而是一直乖乖照他的话做 他多少还愿意给君王一些不错的回忆 只可惜没有如果 但君王之前尽情使用别人的力量也够开心了 原来女主他们的魔力都是从自身资质中诞生的 只有君王的力量是小黑子给的 多亏了君王才能帮助大家成长 对于一次性用品来说 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原来修女一直都是小黑子的人 修女抱怨小黑子不提前说起舞的能力 但他清楚这都是为了小黑子的计划 小黑子很满意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女主现身小黑子又瞬间变脸 并表示君王已经被他们处理掉了 却不料此话让女主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而作为这次胜利的奖励 小黑子打算让女主成为阿米诺斯的新总帅 这件魔法少女真的是太惨了 只因邪恶组织女首领是个魔法少女痴汉 就要被迫接受字母游戏调教到腿软 曾经正经打反派匡扶正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不但如此还得免费做苦力 负责维修被反派内战搞得乱七八糟的街道 自从女主铲除了组织背叛者 就被小黑子扶正升官 摇身一变直接成了邪恶组织新头目 谁还记得女主一开始的目标是成为魔法少女 真是在错误方向上一路狂奔越走越远 仔细想想最近一直都在邪恶组织内战 不能玩到魔法少女的人生是那样空虚 无论其无怎么努力诱惑 女主都打不起精神 毕竟只有不能播的马赛克圣光才是第一生产力 谁想坐在这里开些无聊的作战会议 上个事业新强的干部刚刚被解决 她打败的那么多香香魔法少女也再也玩不到 好空虚实在太空虚了 不过想让维米不振的女主打上鸡血 其实简单的只需一句话 那就是魔法少女三人组还在活跃中 说到这里女主可就不困了 能不能别剧透我推的新形态 现在立刻马上她必须亲眼去看看 这作战会议今后方针谁爱定谁定 她可求抽打魔法少女的小皮鞭已经饥渴难难了 但说好只是看看的话 小皮鞭就还是别带了 偶尔用原本身份刷刷好感度不也很有意思吗 总之女主欢天喜地跑到街上 却看到魔偶小可爱们正在努力修理城市 想想这一片狼藉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她忍不住心虚上前想要帮忙 这是一道女生在她身后响起 正是女主心心念念想见到的碧蓝 要不是在偶像面前还要保持下形象 女主简直激动的想要当场阴暗扭曲爬行 她喷着鼻血 颤颤巍巍试图与偶像握手 触碰到之后实在忍不住泪流满面 居然能有和偶像其乐融融一起聊天的机会 女主感觉这趟出来实在太直了 望着碧蓝坚定正义的眼神 这正是女主心目中魔法少女应有的模样 永不屈服邪恶 坚定向前迈进 恢复应有状态的碧蓝实在太尊了她超爱 这样她也能继续安心当反派女干部 今后也要作为影子让她们的光芒更闪耀 碧蓝也由此记住了女主的本名 本来女主都沉浸在了唇哀的气氛里 结果碧蓝只是伸了个懒腰 女主内心隐藏了一天的S之魂 就又开始蠢蠢欲动 太累了我来帮你按按摩吧 碧蓝居然就这样听信了女主的话 这么没防备真的不会很快再次恶夺吗 没变身就能对偶像上下起手 这种绝世福利她还是第一次体验 先是柔柔酸痛的背 再来碰碰柔软的腰 最后是白皙的大腿 甚至伸向秘密花园 碧蓝越被按摩越不对劲 这熟练且逐渐变态的手法怎么这么熟悉 等到她忍不住委屈飙泪 女主总算回过神来落荒而逃 还好今天出门没带小皮鞭 不然铁钉秒速掉马 然而这波还是给女主成功补魔 与碧蓝的相处让她恢复精神下定决心 正经的反派头目小邪恶终于上线 重新召开了制定今后行动方针的作战会议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当中 她却正经不过两秒半直接破功 明明这么离谱 却还一堆人帮腔 感觉这组织在女主的不正经 带领下迟早要完 青梅竹马二人组陷入无语 我们常常因为太过正常 而与你们邪恶组织格格不入 女主一家三口逛街来到了玩具店 当时女主一时激动把爱丽丝的玩偶打坏 今天是特意来赔罪的 齐武更是像宠爱小女儿的老父亲 抱起爱丽丝疯狂玩起飞高高 之后女主和爱丽丝看起猫猫盲盒 意外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爱好 没想到杨红今天正好也在这家店 身旁还带着童模子刻出来的三个小妹妹 齐武惊呼杨红居然都有三个女儿了 吓得杨红连连否认 我们都还是学生怎么可能 齐武挑出一个奇怪中二变身法杖 对于三个大孩子来说 审美实在不敢恭位 但对三胞胎和爱丽丝这个年纪却刚刚好 看着孩子们开心玩耍真是幸福 杨红忍不住在一边感慨 要是日子每天都能这么和平就好了 可惜她并不知道 在场有一半都是邪恶组织女干部 想让爱丽丝玩得开心 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不 杨红和三人挥手道别还不到两秒半 爱丽丝立刻抱着恶龙娃娃开始变身作妖 今天的城市还是那么和平 这街道刚被女主亲手修好就又要遭殃 可是既然同伴完的兴起 女主也只好顺从 魔法少女三人组也光速集结 久违的团战不由的令女主心潮澎湃 但还不等她出手 爱丽丝日常闷声干大事 向杨红丢出刚刚到手的奇怪中二手章 啊 これこれ 魔法少女的こういうの なんやねおまえその项 一気に蹴りつけたる 天神 ウルトラ王 片场就莫名变成了巨大化少女大战怪兽 群体的巨大风光也被下面的人们一览无余 还被拍照上传经历了新一轮射死 你守护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啊 这正义的魔法少女真的非当不可吗 但剑在弦上杨红也不得不出手 一击漂亮飞踢让爱丽丝挖酷挖酷 她想看的就是这个 不过一旦杨红克服羞耻心 爱丽丝肯定就会说很惨 女主坏笑起来 我们去帮帮忙加把火吧 她俩悄悄利用较小体型潜入奇怪的地方 杨红一下又晕头转向 被巨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杨红实在想不明白 邪恶组织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可是三胞胎妹妹还在一旁应援着她 她绝对不能这么屈服于邪恶 另两个魔法少女也反应过来 不能干看着也得上前帮忙 可是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 你们这帮忙的方式我实在没法说 这段实在太好看我就帮大家看了 总之杨红最终只能靠自己爆发 把所有人一起打了出去变成星星 才总算解除了巨大话没彻底射死 乱哄哄的闹剧总算结束 杨红也好不容易回到妹妹身边 看着妹妹们憧憬魔法少女的模样 杨红顿时感觉一切都值得 邪恶三人组也玩得贼开心 反正输赢并不重要 只要能玩到魔法少女就完全吃回了票价 每周的快乐终究要迎来结束 但不得不说魔法少女太懂我们想看什么 最后一集还特意安排了海边泳装回 又展示了一番碧蓝的绝美真话形态 就在两分半前 女主一行人来到海边团建 并且换上了各自的泳装 大家都对这个安排很满意 只有小七五很是不满 毕竟至今都没能和女主去宾馆 所以一定要安排她穿上布料 很少的泳装做补偿 给同伴大宝衍服就算了 出门给所有人看还是太羞耻 最终女主还是选择换上了这套连体泳装 等到他们来到海边的时候 正巧就遇到了魔法少女三人组 看来今天的战斗福利依旧不会少 杨红全然不知对方身份 热情呐喊着与女主一行人打招呼 其余人都还好 但小七五看到刘皇顿时脾气就上来了 两人如同冤家一般 才刚见面就吵了起来 接着就跳入海里比赛看谁游得比较快 看着这两个冤家 女主和碧蓝都有些哭笑不得 而杨红则是找到爱丽丝与她玩了起来 纯爱青梅组当然是谁也拆不散 不知不觉就两两分了组 同是内向型的女主碧蓝来到一旁坐着 两人随便找了一个话题聊起天 碧蓝看着女主正在擦防晒入 顿时就想到了之前两人偶遇时发生的事 她好想询问女主那时的按摩是怎么回事 毕竟女主按着按着就开始偷袭她 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忽然她看到一旁的袋子 上面刚好是魔法少女的图案 女主听到碧蓝的疑惑 便开口解释了袋子的由来 这可是珍贵的杂志抽赏奖品 她不知道买了多少本才抽到 吃骨人真是日常痛病快乐着 一说到魔法少女她就逐渐杀不住车 一副狂热粉丝的模样 再加上碧蓝还硬喝着说她也是粉丝 感觉找到同好的女主更是激动不已 糖争 非常丰富 好нут 酵 4 松�mu 4 4 一提到魔法少女她就会忍不住变成莲珠袍 实在是没有办法 碧兰好奇女主为何会如此喜欢魔法少女 听到她说喜欢她们永不屈服的模样 碧兰也更坚定了不让黑历史重演的决心 就这样 众人玩得不亦乐乎 岂无惨败给刘皇成了海中作气 上岸后她才发现女主不见了 此时的女主正在商店门口想要买饮料 忽然 两个喝醉酒的大姐姐走过来想插队 刚好这一幕被小七五看到 杀内奸户短的她就情绪激动地变身 还掏出手枪想要将两人干掉 这下可闯大祸了 要知道魔法少女也在附近 小七五一变身就被感应到 和平友善的旅行瞬间就泡了汤 小七五还一脸无辜的头顶章鱼关心着女主 现在的重点已经完全不是这个了吧 为了避免身份被识破 女主让小七五释放烟雾弹 随后一行人变身完毕 准备要和魔法少女战斗 平时的女主微微懦懦 变身的女主重拳出击 迫不及待想要欺负眼前的三个魔法少女 见硫磺打起头阵俯冲过来 女主吩咐众人散开 没错是不分敌我的所有人 因为章鱼是活物 女主也没办法精准操控 虽然看她一脸乐在其中的表情 很难不怀疑她其实根本就是故意的 反派这边乱作一团 魔法少女那边更是溃不成军 没想到误打误撞居然正好戳中硫磺的弱点 她由于极其害怕章鱼导致战斗力全无 女主心先坏了 以往最强势的那个硫磺 居然也会露出这种恐惧的表情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好好品尝一份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几次总会拖后腿的碧磺却站了出来 一招大范围冰冻就将章鱼解决 今时不同往日 被女主一对一调教过的她已经觉醒了更强的能力 但两位同伴此事已经虚脱 碧磺见状表示没事 接下来只要交给她就行了 战场上现在只剩他们二人还站着 甚至玩偶还特意来清场专门来了的二人世界 知道马上就能亲眼见证碧磺的真话形态 女主简直兴奋得不得了 即使本就满心期待 等碧磺真的开启真话 展示自己作为薄冰巫女的姿态之后 女主还是整个人都惊呆了 海面阳光与蓝天在她身后交相灰衣 此刻的碧磺毫无疑问像一个圣洁的神女 这样美丽的魔法少女 女主一定要好好品味一番 她先试探性地挥出一击 而碧磺只是轻轻挥手 周身的批驳就化开了攻击 在她的手上 黑色的能量就如同乖巧的玩具般听话 可下一秒谁也没想到 她竟故意让女主发出的攻击爆炸 原来真话的碧磺虽然看起来很优雅 攻击力也很强大 但内心已经完全抖恩化 原来真话的意义竟然是全盘接受自己的变态 她就是喜欢挨打 也喜欢从挨打里面感受到那一股无穷的爱 她今后再也不会屈服于暴力 而是很乐意去承受一切 这是什么道理 女主都听问了 但碧磺虽然的姿态实在美丽 女主感动得快要落泪 气氛奇怪地燃了起来 两人直接在空中开始对打 但女主竟稍微落入了下风 不但在正面对决中被击落在地 接下来无论她怎么操控物体攻击 碧磺都能够轻易挡下来 一手冰冻能力被她玩得出神入化 旁边的杨红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叹 碧磺是真的变强了 变得好厉害 但刘皇却有些不爽 因为在她看来 碧磺和女主都是变态 变态之间的战斗让她感到特别的不爽 两个人看似在光明正大的打架 但只有表面看起来矜持 内里都不知道享受成什么样了 战斗只是他们的陪一环包围 这让一直只想认真打架的硫磺怎么绷得住 这时小齐五他们也过来帮忙 女主虽说有些不甘心但确实打不过 众人与女主使用合击攻向碧磺 碧磺淡淡定地看着这一道全家福攻击 尽管威力很大 但她还是要用肉体感受着大量且浓厚的爱 简单来说就是让兽孽狂深深地爽到了 享受完女主的合击之后 碧磺淡不想只让自己承受这份爱 于是反手一击更强的光波就将几人打飞了出去 我看女主被打了也是一个德行 不得不说我都有点磕你俩了 今天是魔法少女的完全胜利 但等到她解除变身 杨红跑过来查看她的情况 却发现对方的眼泪从口中不断流出 碧磺今天的表现让魔法少女的人望再次上升 两拨人装作无视发生再次会合 刘皇看到后直接怒气直爆表 对着她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不过好歹是恢复了精神 经过白天一战 女主和碧磺的心情倒是都出奇的好 两人安静地放着烟花 曾经的女主只能站在远方憧憬着魔法少女 但经历了各种事情的洗礼后 现在的她不仅能天天和魔法少女降降娘娘 还收获了可爱的伙伴 认识了碧磺他们 今后会不会一同经历更多开心的事呢 碧磺笑着认同 虽然你们对开心的定义好像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总之 魔法少女与邪恶组织的斗争 今后也会继续下去 请敬请期待下一季